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把畫面上的UI跟你的程式做連結 IOS的設計方式跟你一般在設計7或加8 上面很大的不一樣地方 就是他可以用拖拉的方式 就直接幫你做好程式的觀點 這是他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我們來了解一下他怎麼去做這個地方 那觀念還是跟我們上次講的那個 檔案的物件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說 你會發現你先看一下 左邊這邊有個ViewControl.m 這個.m檔裡面 你就要去宣告 你畫面上UI會用到的這些屬性 這些物件 你要建造一個.m檔去 你可以用手打 直接用手打都ok 那你可以用拖拉的方式 那我會跟大家講你怎麼用拖拉的方式去 把這些觀點跟程式自動產生 我先把右邊這邊關掉 你要怎麼去做呢 第一個在iOS 在Xcode裡面有提供一個這個 上面這個有個 Show SLSS 請把那個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呢 他會自動幫你把 ViewControl.h檔 對應到你的UI 請你點到你的SIP檔這邊 把這個關起來 點到你的SIP檔這裡 原本是看到是這樣子吧 請你點到你的SIP 看到你的UI的畫面 然後呢 在上面Editor這邊 中間有一個 小放手 把他點開來 他會去幫你把他的點子 把它打開 這時候你就可以在這個View裡面 去做拖拉的動作 所以說這個.h檔 還記得我們之前講的嗎 點h就是去宣告 你要用到的 控制項 編數 屬性 方法有哪些 所以說怎麼做呢 第一個 我們要用到這個 這個Label 所以說我們要把它加到 點h檔裡面去 請你按右鍵 在上面按右鍵 把它拉到 拉到一個.h檔的裡面去 然後放開 放開的時候他會問你 你要建立什麼東西 請你 為他取一個名稱 那我叫特本 特本這邊取名叫做MyLabel 就取名叫MyLabel 那他的物件的型別 他只能幫你抓好了 他是UILabel的類型 那這個Storage 或許呢 你可以用強行別 或是弱行別 那什麼是強行別呢 強行別意思就是說 你一定要你的 檔案名稱 跟你的物件名稱 一樣 我才認為是一樣的 那弱行別是什麼 只要是你的 行別 交互同樣名字 就算你分散在 不同的檔案裡面 都可以接受 那為了避免 你可能 專案一大的時候啊 名稱一樣 造成混亂 你可能debug都不知道到底錯在哪裡 所以說呢 請大家盡量有強行別 就是Strong的方式去宣告這些 相關的變數 那這邊用好之後呢 我們就把他按Clend 他就自動幫你 建上去了 那有沒有跟這個語法很熟悉 我們要宣告一個Property 那他的類型呢 我們之前都是宣告什麼 Int NestStream 那他EY的類型叫做 IV Powland 這是他的EY的類型 那 EYLabel呢 是他 物件的名稱 這個Label的物件 叫做 EYLabel 大家知道 物件一定要加信號 所以說我們要宣告一個 變數 信號 那名稱是什麼呢 MyLabel 我都會通過這個MyLabel來的去 針對大家去處理取的動作 那一樣的方法呢 下面還有兩個Button 一個叫做A跟B 同樣的呢 請你 把這兩個的按右鍵 去拉到包圓上來 那A跟B的方式呢 我們就會通過他的方法來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所以說呢 A這邊按右鍵 去拉進來 好 那這個Button的名稱呢 譬如說叫做 把全照 8層A 一樣呢 他就是 UI8層 然後 一樣是強行 另一邊 那另外一個呢 這一個 8層B 好 我一樣把他拉進來 如果你沒有拉進來 就沒有辦法去改變他的屬性 如果你要 你要改變屬性的話 一定要把他拉進來 那他就會去放一鍵 三個 把我提出來 好 那這樣子呢 就完成了 UI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 這個Button 點下去之後啊 要有方法嗎 好 所以說呢 這個方法呢 好 裡面就會有一些事件 按右鍵這邊啊 就會有他的事件 比如說 現在呢 是 按下 好 他去盪好了 按下他去盪之後呢 把他拉過來一邊 好 那你的護教的方法的名稱 比如說 啊 譬如說 取名叫做 ButtonA 我跟客人一樣好了 這樣大家比較不會搞不懂 喔 特別上是 取名叫做 TableA跟 TableB 好 那我們就把 這個叫做 取名叫 TableA 那 Type呢 用ID 蓝星的ID是什麼 就是 繁形 繁形 繁形裡面呢 我們觸動這個 訓練方法 好 他就幫你 自動加一張 那如果你不這樣寫啊 你直接用 打的也OK 好 就把 按右鍵呢 有一個 Touchdown 然後把他 按左鍵喔 拉到 這邊來 好 第二個叫做 TableB 好 這樣子呢 你的 DNH檔 的畫面設計 這樣子就OK了 好 請你把他儲存 那 你先試一下這部分 有問題 再繼續想